好 我們現在開始複習溫度跟熱 這裡是我們這邊要學習的重點 第一個是比較簡單的溫標的換算 還有要了解一下溫度的意思 跟一些狀況 第二個是跟計算有關的 就是會要計算熱量 同時呢有比熱 當然這裡也不見得要考計算 有一些是觀念體 比如道德焦道的 比熱比較大的 溫度比較不容易改變 不容易上升也不容易下降 諸如此類的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熱的傳播方式 傳導對流輻射 這裡不需要計算 還有另外的叫做熱對物質的影響 就是有什麼溶化熱、氣化熱 如果扯到溶化熱、氣化熱 最後有所謂的計算 那當然也可以不要考計算 考一些觀念跟想法 另外還有所謂的吸熱跟放熱反應之類的 諸如此類的 還有一些變化 還有所謂的體積的變化 或是什麼樣 這就是熱對物質的影響 這個是我們在這邊幾個學習的重點 第一個我們要談的是溫度跟溫標 溫度就是冷熱程度 冷熱是人的感覺 但是憑人的感覺去感受 溫度的高低是有問題的 包括了不客觀 我們小學做過那個遊戲 一手放熱水 一手放冰水 中間放冷水 一手覺得熱 一手覺得冷 還有會有限制 太熱太冷的東西 都不適合用人的感覺去感受它 所以並不好 所以我們就會找到一些性質 它會隨著溫度的改變 而有變化的 利用這些變化來幫我們測量 比如說體積會變化 或顏色會變化 或密度會變化 或者是電子的大小會變化之類的 所以這種利用某種性質 來幫我們測量溫度的東西 叫做溫度計 溫度計 我們一般常用的 生活中常用到的溫度計 或者就是用外所謂的液體的熱脹冷縮 或者說我們實驗室常用到的 因為現在在外面譬如診所 也很少人在用一般的溫 體溫計在量溫 都是耳溫槍 耳溫槍當然就不是所謂的液體的體積變化 然後就是我們在實驗室用的就是 液體的熱脹冷縮 它有通常有所謂的兩種 九星溫度計跟水銀溫度計 然後九星溫度計適合測量低溫 水銀溫度計適合測量高溫 測量高溫 這個知道就可以了 事實上我們所有的九星溫度計 裡面放的也不存在九星 所以不要理它 反正就是這樣 然後這個管子裡面會做得比較細 比較長 是希望它的體積有變化的時候 表現在長度上的變化會比較多 因為比較多就會刻得比較精細 所以比較容易觀察 要容易觀察 所以這是做法 知道一下就OK了 那麼重點就是溫標的換算 就是我們的刻度叫做溫標 那我們現在習慣上的溫標有兩種 一種叫攝氏溫標 凝固點定做0度 背點定做100度 水的背定做100度 這叫做攝氏溫標 美國人用的是華氏溫標 水的凝固點32度A 背點212度A 所以有兩個溫標 所以就會有溫標換算的問題 但是不要去背公式 這個基本上大考試啊 連考中大考試幾乎沒考過 幾乎沒考過 是考過一次 而且那一次也不是考華氏換設施 是另外一個制定溫標 所以你要會的是溫標換算的方法 比例相同 我上課教過的比例相同的觀念 但我用立體幫各位做說明